它是完全的活距 这是下来德国很先进的技术 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里面有足够的纤维质 因为小菌有不爱吃蔬菜 你可能吃的蔬菜也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 它身体是需要很多的纤维质 这个里面就有大量纤维质 首先益生菌里面有没有纤维质 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这个里面呢 它有三层包庇基础 也就是说 这一颗小小的益生菌 这么小一个这么小一颗 它吃进去之后呢 它不会对我们的喉咙的这个口水 因为我们知道口水是有酸性的 融化然后就分解掉它的功能 它也不会被我们的食道 然后呢侵蚀 它一直到胃酸里面呢 这第三层的包庇基础 一层两层三层 到第三层到胃酸的时候打破 活性才出来 另外里面还有绿茶 在日本来讲 他们也认为绿茶是可以抗癌的 所以呢 里面还有绿茶的提取物 葫萄籽跟绿茶呢 都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功能 所以当我们其实在过敏 或我们吃肉的食物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就在发炎 发炎状况呢 透过益生菌呢 其实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所以蓝生菌怎么吃呢 因为它是完全的活菌 吃法非常简单 我在家里给米蒂跟哥哥的吃法 就是倒到汤匙里面 但是米蒂因为它非常香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呢我就加水搅拌就直接吃了 但是呢 像我自己呢 喜欢把它直接就当牛奶 还有有乳糖过敏 就比如说你喝奶喝很多 就会脏气啊 因为你不可能知道 你可能没有办法检查过敏人的话 其实水肿脏气 然后腹脏什么都有可能 包括脾气不好 都有可能 为什么你身体发炎 就像你身边的时候 你脾气不会好的 所以呢 我自己的吃法是 每天三包晚上睡前 自己会倒三包就 然后加水 请记得一定是常温水 不要热水哦 非常容易溶解 非常容易溶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